上午8點41分來關心的是 全球現場俄烏交戰 但現在傳出了說 俄羅斯呢 他們要在亞素鋼鐵廠這一邊 讓里頭的平民可以逃離 可同一時間卻傳出了 所以有多處的車站被轟炸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把時間交給珍柔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關心 俄烏交戰現在已經要兩個多月了 俄羅斯還是持續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而現在根據CNN的報導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有防長奧斯丁 當地時間20後他們就搭乘火車 到基普來訪問 也是要展現對烏克蘭的支持 不過前腳剛走 俄羅斯疑似馬上就展開報復了 一個小時內就摧毀了 烏克蘭中部跟西部的五座車站 俄軍是宣稱說 他們是使用一個長程的飛彈擊中 烏克蘭的一處煉油廠 還有一些軍事設施 現場你看到最新畫面 濃煙密布真的是相當的駭人 那麼烏克蘭當局表示說 俄軍攻擊了中部西部 共五座火車站 另外文尼查州有兩個小鎮遇襲 路透社的報導說 俄羅斯的股防部表示說 俄軍擊中的是烏克蘭 一些軍事設施 還有供應燃料的石油產品 儲存的設施 還有地孽薄荷附近的煉油廠 但是烏克蘭官方卻說了 這座煉油廠其實稍早的時候 這個月稍早已經被摧毀了 另外來看到的是 俄軍也持續在烏克蘭的南部城市 來攻擊 好 這個南部的大臣赫爾松的市長 他就在臉書上頭發文了 說俄軍的武裝人員 周一已經控制住了赫爾松的議會大樓 儘管說在三月初以來 赫爾松這個地方 已經是被俄軍給佔領的 但是市議會還是在烏克蘭的官方下控制運作的 那麼赫爾松市長現在表示說 俄軍是拿走了市議會大樓的鑰匙 而且把保全全部都換成自己人 他表示說 赫爾松議會目前已經沒有辦法運作了 而另外來關心的是 俄軍當然也是持續猛攻 我們一直在說 這個南部戰略港口大臣馬力波了 路透社就報導說 有當地的老弱婦孺 他們為了要躲避空襲 已經躲在當地的亞素鋼鐵廠 長達將近兩個月 現在我們被俄軍拘捕 全都破壞了 跟俄軍拘捕員們 我們這裡也沒有出門 我們甚至沒有出門 但是這裡一半個月 我們已經沒有出門 兩年 好 這是根據路透社公布的影片 說這些人他們躲在亞素鋼鐵廠裡頭 已經長達將近兩個月 有婦女說已經快要沒有食物了 但是路透社沒有辦法 證實影片的確切地點 還有拍攝時間 俄羅斯國防部25號也馬上宣布說 當天下午在馬力波的 亞素鋼鐵廠周邊 實施停火 讓躲在這個工業區裡頭的平民 可以趕快撤離 再關心的是 法國總統馬克宏 當地時間24號 是慶祝他的連任成功 各國元首都送上祝賀 美國總統拜登台在第一時間 打電話祝賀馬克宏 不過有點尷尬 這通祝賀電話 其實拜登打了第二次才成功 拜登24號的時候 在馬里蘭州首相 記者表示說 第一通電話 只有跟馬克宏的幕僚說到話 到底什麼原因 一起來聽 不過持續來看到的 現年79歲的拜登 他的上任之前健康狀況就一直受到外界關注 而他22號在華府這邊來演講的時候 再度發生說找不到台階下的窘境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狀況 好 拜登當時演講結束之後原本是要找台階下 不過莫名其妙就在原地轉了半圈之後 很尷尬揮揮手小跑步下台 其實拜登4月初的時候就曾經發生說 演講結束之後對著旁邊的空氣握手的 迷樣動作 時隔一個禮拜再次出現這樣尷尬的場面 當然也在網路上掀起討論了 而全球的知名社群媒體平台 推特在20號就宣布說 已經同意以440億美元的價格 出售給全球首富也就是美國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不過白宮的例行記者會上頭 發言人莎琪表示說 拜登對於大型社群媒體的力量 感到相當擔憂 路透社指出馬斯克收購推特等於擁有 將近全球數百萬的用戶 還有全球領導人的社交媒體平台的控制權 都轉交給他了 而馬斯克則是跟推特的聯合聲明當中表示說 言論自由是民主運作基石 推特是數位城市廣場 人們再次討論 當然也是對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的一些議題 而馬斯克也不斷強調說他收購的目標 是支持推特平台上頭的言論自由 並且解鎖推特的非凡潛力 再看到現在根據CNN還有韓聯社報導 北韓昨天晚上舉行了人民革命軍 建軍90週年的閱兵儀式 甚至可能展示多項的新型武器 不過至今北韓媒體還沒有相關報導 CNN跟韓聯社都是引述南韓軍方的消息報導說 當地時間20號晚間10點平壤的金日成廣場 舉行了夜間的閱兵式 這也是金正恩執政以來第四度 進行夜間或是凌晨的閱兵活動 而南韓軍方是根據這次活動的時間跟日期判斷說 這項活動不是預演而是正式的閱兵 而且根據推測這次的閱兵 可能是北韓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 因為包括了像是火星8型的極音速飛彈 還有火星17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跟潛射彈道飛彈通通都有出現 而北韓研發的這一些新型武器 可能都會在這個閱兵式上頭來登場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ol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 老而言 呀 我